明家书宝 明家指路 榜上有你 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 本栏目由明家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曾汉光 明家传媒首级鉴定师 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 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 明家传媒明家说宝栏目 首席专家 大家好 明家说宝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本 汉代的 清幼 陶石瓜 一般来说 汉代的 它是主要它分四大类 一个是陶瓷 高级陶瓷 再就是带幼的 轻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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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是生活用词 和随梦 随梦随梦的 名气 它主要分四大类 这个陶瓷 这个陶石呢 它是当时在汉代 是比较有名的 是吧 因为汉代的这个陶石 它主要是吧 它是用的是一种 含铜的 含铁的 是吧 这种 矿物 我们说的矿物原料 然后呢 是我们称它 这调制好了以后 石油的时候 它是一种 我们称来叫石灰简幼 所以石灰简幼呢 它是一种低温 是吧 600度 到1000度 这个时期的 这个温度 它不是高温 高温就要到1300度 所以这个罐子呢 它从它的手工拉披 是吧 拉的是比较好的 此件青油盖罐出现在历史很早 属于汉代的丙族青油盖罐 底部采采用异于手持的丙族 烧着难度较高 石灰简幼 不利又光泽柔和 无刺眼感觉 灌身为古腹 封肩 丙族 宝珠 丙膏原盖 保存完整 实属难得一件精品 收藏价值极高 它的胎 是我们称它就是 泥巴 是吧 要是它的学名 那就是粘土 是吧 所以它是一亿元配方 是吧 它一般的特征呢 它就是底下气底 它是丙族 是吧 它底下不会修批 修串族 它的特征是丙族 所以这一堆罐子呢 在当时是级别很高的 你看 它然后又贴书 搞那种装饰的 纹饰 就像我们的那种 麻绳系的上面一样 它还搞点这种小花 点缀一下 对不对 它的肉呢 石灰剪肉 它是很薄 光亮 有玻璃那种光质感 但是它因为是低温 是吧 弄长了以后 它容易脱用 是吧 这在当时的这个工艺水平 它是有这样 但是很不错 是吧 所以这我们称它叫 清釉 是吧 陶瓷 盖罐 是吧 所以这种罐子 在当时的级别是很高的 因为它当时 这个是生活 用 还可以作为城市 是吧 当百贱 欣赏 这个级别当时很高 是吧 一般的来说 当时都是 日用生活用品 多数 比如说有的 碟啊 碗啊 是吧 这些东西 它实用性 随着生活用 它比较多 是吧 再就是 在当时 汉代的时候 它是 好多都是 梦葬的时候 就是专门 做的那些 陪葬的那些 陶石 亲密 作为陪葬 所以这一论 是吧 清幽 是吧 树坚 古福 是吧 这种概括 在当时 是级别很高的 是吧 值得 是吧 收藏 谢谢大家 本栏目由名家传媒 荣誉出品 财富热线 400-101-4797